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希致研究学会 我是阿C 终于来到重生系列的第二张 《沙之戏》 跟上一张狂人日记一样 我一听就爱上了 再一次很感谢小黑的词 卡叔叔的曲 以及阿Jer超水准的演绎 小黑就在他的IG里 跟大家分享了这首歌的创作意念 就是由各种缘分、机缘驱使而成 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详情就看小黑的IG 而《沙之戏》这个名字 就是取自于由日本作家 重本清章写的小说 故事彻底揭露了人的黑暗面 以沉重的角度去带出宿命论 而宿命正正就是《沙之戏》 歌词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如果和《狂人日记》对比 《沙之戏》的歌词的确容易理解很多 而且在LV的文字简介里 已经很清楚地说出了个故事 就是说狂人和妻子灵魂相约好 下一世要做她的儿子 以未完的业报去再续前缘 学习一起去面对上世未完的恩怨 这首歌就好像解释了 为什么人生会有无缘无故的恨 而打破这个热报的循环 就是宽恕和原谅 我相信这首歌一定可以触动很多人 毕竟在我们人生里面 我们也曾经试过伤害过人 或者被人伤害过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上一世欠了她 今世要慢慢还给她 或者应该相信 相遇也是一种缘分 而对方的出现一定有她的原因 正所谓恨人亦要花弃力 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 所以一说到原谅这个课题 相信不单止是狂人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学习的一课 好了马上就开始分析歌词了 今次跟狂人日记的分析片一样 也是会连同MV同步分析的 好我们马上开始了 MV的开端就是一个白发老人的背面shock 慢慢拉近看到她的側面 看到她就在低头看着一个白发老人 躺在她的面前 响起的音乐 就是狂人日记的前奏单音琴音 就是说承接狂人的故事 相信这个男人正正就是老来的狂人 而在她面前就是他的妻子 妻子已经死了 画面很烂冰冰的 而这里沙漠正正好就是对应主题 沙之戏里的沙的主题 然后一下重的琴音响起 就拍着这个老人的tide shot 以狂人日记的opera和音 慢慢唱出狂这个字 这个设计真的很厉害 小黑就说因为卡叔叔要求 第一句一定要连着狂人日记最后的字 所以就成就第一句 狂 风起尿 而风起尿唱出之后 就会听到风铃物语里面 曾经出现过的风铃声 之前也说过 风铃声就是提示转世的声音 所以这一刻 狂人就要随风转世 风捐入狂人 混乱的发梢 急转往 腹内孕育 小细胞 转眼间 他就成为前世妻子肚里面的杯胎 两句歌词就可以用到静态去带出情景的转接 真的很棒 而画面就是一个long take 去拍着妈妈在产房生仔的画面 分的很简洁 主要就是以角色的演技去说故事 来指导命运怎发酵 因怨是非怎可混淆 我觉得用发酵这个字很有趣 因为能带出一种好像慢慢酝酿的感觉 妈妈和儿子的命运即将要慢慢糾纏 和交接 而他们前世的因怨情愁 也会随着今世的夜暴展现出来 有前世的因就会有今世的果 是不会被混淆的 之后下一段的歌词都会相对直白一点 主要就是交代狂人的心理描写 就算狂人被前世的伤痛情绪笼罩住 他都已经决定好今生去做好儿子这个角色 希望能够不记前授好好去做孝子 想和前度情侣即是妻子 去修补过去开展新的关系 儿子和妈妈相抱拥 将历史一些过往的仇恨尽力去遗忘 让我们一起去准备 重新投入一个圈楼的世界 来到主歌了 谁躲在命运大门后 子宫女 窺望日月怎么走 转眼间见到妈妈喝酒 对儿子呼呼喝喝 儿子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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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生命很短俗 都能够真正的施首 也可以说是我 但求这一生 都至少可以和你短促地施首过 如果我们逃避不了命运的主宰 就一起去承受吧 希望我们可以攜手一起去面对 就好像池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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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起是一段比較平和的琴音 當中很明顯會聽到一閃一閃燒星星的旋律 正好配合母親搖嵐的主題 兒子偷偷把媽媽的包煙收起來 媽媽找不到那包煙就很生氣 於是就接著下一段比較沉重的主歌 這段主歌部分巨型跟上一段主歌很像 但很明顯情緒有別 因為母子開始面對分歧、破損 狂人就被前身的追悔內疚地籠罩住 再今生重雨了 可否輕掃掃背再緊靠 狂人就開始覺得很疑惑 對應著畫面正正就是媽媽準備大大力打兒子的背部 這裡刻意和歌詞反襯 我們仍然好像情侶一樣 會有小紛爭、會有鬥氣、孩兒跟媽媽夢魂中 不斷說原諒我 這萬年咒語仍有效 這裡是第一次提及到道歉和原諒 但是是在夢魂中的 狂人只是帶出原諒 這個解決咒語的方法 但仍然很疑惑 究竟說一句對不起 是不是真的可以解決所有的仇恨呢 然後就重複了富哥 畫面裡面就看到媽媽很凶狠地打兒子 然後就看到兒子在哭的畫面 這裡真的看到我很心痛 兒子離家出走 再一次反襯這個位的歌詞 為求一生一世短促的私袖 他們兩個其實已經開始踏上分歧了 就算仇恨悶起 都不要放手 因為冬雪過後 冷戰過後 就會紅徒六流 我們始終都可以重修舊好 來到變奏段了 一生多喘 轉世善後 喘這個字的意思就是說錯誤 交錯 一生會做錯很多事 或者很多遺憾 就會等下一世去善後處理 卷縮妻生 寧遠靜候 卷縮正正就是胚胎在母體裡面的姿勢 而寧遠的意思就是說監獄 這裡正正就是說宿命的意思 狂人和他前世妻子的在遇 就好像困在監獄裡面 等候命運的發落 在漆黑的舞台裡面 只有愛 可以衝破流光的缺口 愛和寬恕 就是我們的出口了 大家可以看到 兒子長大了之後 就是阿Jer 阿Jer帶著耳機離家出走的畫面 就令我馬上想起 狂人日記裡面 沉迷音樂和中藥的他 之後也可以看到 阿Jer彈結他的時候 他身後面牆上面的海報 正正就是狂人日記MV裡面 同樣出現過 而跟狂人日記一樣 也可以看到 這個阿Jer在工廠大廈經過的畫面 所以也令我曾經一度懷疑 究竟這個阿Jer 是不是就是狂人日記裡面的阿Jer 而Yin就好像一種象徵意義 去貫穿整個重生系列 好了 接下來的音樂Solo段 就很精彩 還有一次響起了 日閃一閃燒星星的一個旋律 而這一次還可以很隱約 聽到有一把女聲在輕輕地唱出 正正就是進一步將母親主題形體化了 而我就覺得這段Solo 除了有一種很複雜的情緒之外 同時也有一種好像被風吹的感覺 旋律就好像龍捲風一樣 捲起了狂人的情緒 畫面可以看到媽媽老了很多 還有她幻想了認知障礙症 她很不清醒地在街上和天台出現 來到最後一段副歌了 懷胎十月後 十年後 無論是你懷胎十月後我出生 還是十年後 我和你的宿命定律根本是改變不了的 就算抬頭見到銀河沙嫂一樣那麼多的星秀 那麼明亮 都是尚未綻放出自由的 都是沒有轉機的 上一秒就見到小時候的兒子 兒子和媽媽兩個在一起玩火花 下一秒就見到Jer成長後一個人在玩火花 狂人其實已經很心灰了 就算兒子成長了 自立了之後 他們雙方仍然在承受對方給自己的負面情緒 突然有一天 望向母親 終於發現她白了手 老了 已經長出白髮了 她那對鱗殉雙手 即是瘦削的雙手 穀起似過沙漏 穀起雙手 即是兩隻手捧起水的姿勢 就好像沙漏一樣 寬笑可篩走 寬樹篩不走 寬笑和寬樹很明顯的讀音就比較像 寬笑就是講一些快樂的回憶 我就覺得可以講一些過去的所有回憶 過去的所有事 所有的因緣 其實都可以篩走 Filter走 都不需要再去追究 唯獨只有寬樹 愛是篩不走的 就讓我去講一聲對不起 讓愛永久 讓我可以跟你施首 解除我們之間恩怨的循環 最後可以看到音樂停下了 就看到阿Jer的嘴型是說了兩句對不起 不過最後都是沒有聲音的 我就覺得是一個小小的留白 就是帶出阿Jer最後沒有把對不起說出口 最後只是把這三個字吞進肚子 不過無論結果是怎樣 其實這首歌的意思已經很清楚明白到 人世間很多的恩怨情愁 其實可能都是有主在的 我們可能曾經都傷害過人 或者被人傷害過 但都是那句 或我應該相信是緣分 緣起緣滅 或者都是因果循環 或者我們都應該放下執著 放下心結 面對 然後寬恕 都是我們人生路上必定要學會的課題 今天的歌詞分享就來到這裡 最後要特別明謝每一次彈Piano Cover 都彈得這麼好聽的琴佬 令到大家聽到這把這麼悶的聲音 都不會想轉台聽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繼續再見 大家如果對這首歌的任何想法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們一起期待重新系列的第三部曲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下一條影片再見 我們完結